那么接下来我再给大家再说一种装饰器 这种装饰器呢咱们当做了解就可以了 哪一种装饰器呢叫做类装饰器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这个地方 我写的是类名 我写的是类名不是函数名 那么将来会变成什么东西呢 来啊 拿过去 叫做十几呢是十字 使用类当做装饰器 好了那就删啊 那就屏蔽啊 咱们过后再参考的来啊 这个不要了 三三不要了 那么接下来在这个位置 class咱们定一个类 比方说啊 比方说叫泰斯的类 我只是假如说叫泰斯的类 它呢有object 这里边写什么呢 我真的不确定 因为咱们接下来要验证嘛 他们那么一定是对于结果是什么了 我这个地方就想写test 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怎么理解 特别啊 你要学会一个道理 如果以后你再建了一种新的装饰器 你要明白它的过程就行了 请问看到这个东西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getstr等于testgetstr 你说没错吧 咱们再理一理这个东西不就理出来了吗 请问等号的右边是什么 是不是一个类名加一个括号 一个类名加一个括号意味着什么 是不是要意味着创建一个实力对象 那么也就说我接下来就是创建一个实力对象啊 我创建一个实力对象的时候 我添加了一个东西当作实态 那意味着啥呀 我都要用力的时候写了个东西给谁啊 想什么呢给谁啊 给力方法啊 哪个力方法 你说我写 init叫力方法吗 init叫力方法 你将来怎么面试 你这个我呀 哪来的力方法 力方法是前面不写cls吗 你前面写的是什么呀 你看你这不是这个打的啪啪响 对吧 来 我写上括号 写上类的名字 写上括号写个东西 是不是意味着给你 init叫方法传 init叫方法 一般魔法方法 咱们不要就绝于它是力方法 还是这个实力方法 你别这么讲 你自己定义 你再去追究它是力方法 至今的方法 还是实力方法 听懂了吧 这个咱们统策为毛方法 你本管它 如果你的铁类型 东哥这个东西叫什么 它毕竟传的不是类 传的是实力对象的引用 init的他们可以把它 规则到实力方法里去 那个class 那个是 你去new 还记得那个new吗 那个new是可以这么说的 这个不用这么说 好了 那么前面 这个地方穿了个参数 这个地方意味着什么 是不是加个形态 可以吧 那加个形态就加个形态 完了 好了 你接下来再去掉这个东西的时候 意味着什么 注意看啊 我这个东西 是否相当于创建的实力对象 你这个变量名 它不再指向函数了 而是指向什么 实力对象 我写上一个实力对象 名人扩起来掉 是不是咱们那会说过 是不是有个靠方法 是吧 请问这句话 是不是意味着调用靠方法 靠方法 我在这里边可以加上一些功能 比方说这个地方是全线功能 print 这里是装饰器添加的功能 功能 可以拖 如果我要是这么多的话 自拍来讲 最终是不是自打印这句话 我最终想要干什么呢 我最终是不是要能够看到这个东西的台形吧 请问我在这里边 是否应该是 你想方设法掉这个台形吧 请问怎么写 self 你注意看啊 注意看 你要回过图就想了 对和引力有关系 我这句话的时候 不是已经把这个东西的引用扔进去了吗 这个变量是不是已经此时指向了这个东西 如果你引力它里边没有把它存起来 那么请问 当我接下来这个哥们指向一个新的的时候 是不是接下来你一定在这里面 是不是找不到啊 所以是怎么办啊 在这里边的时候 一定先把它囤起来啊 当我接下来用到的时候 不就变成了self点 是他吗 那么请问此次是掉谁的呢 看着 当我这么一做之后 这个变量指向 这个变量相当于指向 接下来这个函数 我把这个变量里边的这个值呢 又给了这个实力对象的属性一份 那么请问实力对象这个属性 是不是也指向这个地方 你本来怎么说吧 随着这个方法运行结束之后 这个居物变量没了 但是这个属性是不是依然存在吧 除非你把对象散了才行 那么当我接下来这个事情做完之后 我让这个变量名重新指向了实力对象 你实力对象是有引用的 那么将来它就不会被消亡 那么指向了这个对象之后 我接下来去调用这个对象 它一定是调靠方法 那么靠方法里边 我把我接下来该加的功能我执行完了之后 我接下来得去想方式法 去调它指向那个函数 是不是就意味着调这个函数了吧 那接下来不就执行它了吗 那么这个地方它得加个什么东西 你有return 我接下来这个地方 是不是也有return了吗 咱们原来说过了 如果我接下来想要做个通用的 你觉得这个地方咱们应该这么多 在哪写A2GF 是不是在靠方法里边写 因为你这个地方掉的时候 是掉的靠方法 你这个地方传五个函数 你这个地方是不是按理说就写五个啊 你想要做的通用 是不是就在靠里边写那个星和星星啊 好了实现一下 这个今天早上没吃饭 走 Python 3 14 可以吧 最终就实现了 那么一般来说 类的这种这个 这个装饰器呢 类的这种装饰器呢 咱们只当中了解 听了清楚我说什么意思了吧 那 根据类当然可以扩展出好多东西来啊 同学还知道 那会你所说的 什么叫做类方法和静态方法 对不对 类方法和静态方法 可以怎么掉用 可不可以通过类名 如果我写上个类名 点儿 假如说静态方法 那意味着啥呢 是不是就相当于掉用里边的某个静态方法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所以说呢 在这个地方东西 咱们没有必要再去往下挖了 基本上到这个地方 装饰器已经都差不多了 就是说 你以后在真正工作的过程当中 基本上就是用到这个地方就差不多了 基本上不会再有了 听听清楚了吧 已经够丝大了 稍微如果要是再扩展点的话 无非就是我刚刚跟你说的 类名后边一个点 加上静态方法的名字 就完了 静态方法的名字就完了 基本上就不会再有了 不会再有了 好了 装饰器啊 同学们我都会摔点 今天哪些东西是咱们的重点呢 第一个 壁包是重点 第二个 装饰器的实现是重点 第三个 装饰器来装饰 带有参数 没有参数 有多个参数 有返回值的 即通用的那个装饰器 是重点 听得清楚什么意思了吧 用同一个装饰器 装饰多个函数 用多个装饰器 装同一个函数 把这些东西掌握了 今天已经很棒了 对于这个当中了解 听听听说啊 对于这个当中了解 那基本上呢 装饰器就出的账 那么咱们这个给大家的这个课件里边 同学们说的更直白点 咱们这个课件里边呢 基本上咱们都包含了 就是我今天是我给大家讲的所有的 基本上都包含了 但是唯独有一个地方没有讲 是什么东西呢 装饰器在摊数并没有讲 那哪个地方讲呢 咱们明天的时候 要对咱们在前天讲的 迷你外部框架 要添加功能 那个时候呢 咱就自动的需要装饰器在探数 明天讲装饰器在探数 接着用就行了 装饰器 币包 这一块就过了 那就结束了 好